好了 鄉親 繼續要來講 上帝 也就是古帝跟大帝 都有生氣很嚴格 這個古帝是有越生氣 在主郵組同站人的座位 一位放行李修 一位放輸人的東西 原來是要幫朋友來站位 大帝這間越嚴格 是百站到火車頂的便所 有民眾說 他每天都坐900個空間車 有觀察到一個男主 固定在土方站住車 然後就去便所 一直到台北站要下車才出來 代替說 如果真的有百站的情形 會依照到標準作業定屬下去開設 有一次便所還去香港打開 發現這個男人根本沒有在用便所 給他開設定屬於便所 當作自己的雙母村在用 跨過車廂 一直找車廂 可能會走去其他街吧 那我都滿了呢 都滿了就忍一下 如果大台鐵搭到一半的話 突然想要上廁所走到這邊來 不過呢 卻怎麼敲裡面總是有人的話 到底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選擇拿手機傳簡訊 告訴列車長 對這件事 代替說 會先拿手機打開一個修行 沒有需要到三天 不會跟你討論 那是身體不適合 會合作賓長去便宜 不過如果百站的火 就要先給他靠空 如果站我已經行 也發生過一個個體 主要做車廂 兩隻火 都憲述一種用心 一個十五星 一邊站兩隻車火 等到朋友站十五星 給朋友坐車 賓長這麼發覺 是要替朋友站車火 讓他感覺有夠阻殊 對這件事 個體回應 規定自由車 有抗火 可以優先去坐 如果人站火 先可以跟車 頂的另外歡迎 個體自由車 和這次代替庫間車 可以自己選擇火 很便宜 不過也是要發揮 說的心 可不可以進去 ように 出現 那麼 讓賜 也 追 來 離開 感谢观看